大家好,今天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的援助。 俄罗斯方面今天也有最新的消息。 俄罗斯的国防部发布了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相关报告。 那我也看了一下相关的报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内容。 那这份报告里面提到啊,美国政府通过中介组织实验来增强病毒,包括冠状病毒的致病性。 那相关事实已经得到证实。 调查发现呢,美国的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奇博士公开撒谎,故意隐瞒美国政府参与项目研究。 与此同时呢,福奇与社交网络领导层勾结,以操纵公众舆论,对新冠的起因事实进行掩盖。 五角大楼呢,积极地将乌克兰项目框架内未完成的研究,包括生物武器,转移到中亚以及东欧国家。 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报告啊,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那报告里面也提到啊,生物武器公约是所有裁军条约中有效率最低的,因为没有明确的程序来监督其实施。 有很多灰色地带,尤其涉及到实验室进行的科学研究。 此类研究呢,美国开展的增强病原微生物功能的工作,包括波士顿大学创建了一种用于冠状病毒感染的人工病原体。 由此产生的改良病毒具有80%的致死率,可引起非典型性神经系统症状和严重的肺损伤。 尽管有正式的禁令,但美国的预算中,其资金仍用于居民两用研究。 报告里面也提到,美国共和党发起了针对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拜登总统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弗奇的调查。 那么国家呢,通过中介组织实验室来增强冠状病毒的致命性。 另外呢,报告呢,实际上也提到,所有列明的乌克兰军事生物研究项目参与者都与美国民主党有关。 可以看,这是美国民主党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他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那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啊,公布的报告里面呢,还提到,被告中啊,有包括辉瑞公司国际研究部的总裁和美国卫生部前机构负责人。 报告里面提到,五角大楼正在将尚未在乌克兰完成的研究转移到中亚以及东欧国家。 美国陆军研究所的一名前雇员证实了乌克兰的10N5实验室中处理危险病原体的事实。 报告里还提到,美国在乌克兰领土上对特别危险的感染病原体进行了演习和训练。 最后呢,报告表示啊,美国阻挠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的原因之一啊,是游说大型的制药公司的利益。 那各国呢,目前没有回应俄罗斯联邦关于违反生物武器公约相关的指控,美国正在推动建立一个中诚机制来调查联合国的生物事件事件。 这是现在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公布的最新的关于美国生物实验室啊,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相关的报告。 这是简单给大家翻译了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在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相关网站上看到这个报告。 相关内容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翻译了一下。 那除了俄罗斯联邦公布的相关报告以外呢, 在白俄罗斯方向,今天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抵达了莫斯科,这是卢卡申科,前往莫斯科的画面。 卢卡申科呢,现在已经抵达了莫斯科附近的卫星城,将参观宇航员训练中心。 另外呢, 针对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将出兵乌克兰。 俄罗斯的副外长米哈伊尔·加鲁金,他呢,公开对媒体表示啊, 说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事行动将参与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不正确的。 他表示啊,部署在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军队的任务,是如有必要,在入侵我们结盟的白俄罗斯领土的情况下,我们将会联合击退潜在地人。 那这也是俄罗斯的副外长首次证实,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联合演习,而且呢,将击退,入侵白俄罗斯领土的地人。 这样呢,也就是侧面证实啊,俄军现在在白俄罗斯的军事演习,和白俄罗斯联合军事行动,相关的消息呢,已被证实。 那在白俄罗斯方向的美国的情报显示啊,俄罗斯军队呢,现在正在乌克兰的北部,东北部,进行两次战斗侦查。 白俄罗斯方向呢,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呢,一个摩托化的步兵营,和两个坦克营,现在呢,已经抵达了乌克兰机长地区。 已经抵达了乌克兰机长地区,就是在基辅北部地区。 那这也是美国媒体曝光的啊,俄罗斯的部队啊,已经在乌克兰的北部地区,开始进行战斗侦查。 那乌克兰现在也在基辅北部啊,展开军事演习,来应对俄罗斯啊,以及白俄罗斯军队,在北部地区的相关的军事行动。 啊,这是现在在基辅北部地区最新的消息。 啊,这是在基辅啊,基辅地涅伯河上,乌军展开演习。 所以,现在实际上呢,白俄罗斯方向啊,白俄罗斯方向啊,特别是基辅北部地区啊,现在整个的局势呢,还是比较紧张的。 乌军呢,也在积极的应对啊。 包括在地级博河啊,那进行浮桥啊,包括进行这种反登陆演习。 啊,今天呢,在巴赫木特啊,在巴赫木的前线,啊,在巴赫木特,罗格金呢,抵达了前线啊,罗格金,大家知道,是俄罗斯的瓦格纳公兵集团的领导人,他表示呢, 呃,在俄罗斯呢,有大量的啊,支持美国的啊,反对派领袖,那这些人呢,俄罗斯是他们的祖国,但美国人是他们背后的主人啊,所以他呢,现在在 巴赫木特讲这番话呢,实际上是对国内反对派宣战。 罗格金表示啊,许多富人仍然处在阴影之中,他们害怕放弃一贯的奢侈生活。 在某些时候,你需要明白,你需要放弃世界上诱人的东西,餐厅,度假村,避暑别墅,游泳池。 啊,那从罗格金呢,他在巴赫木特的讲话也可以看到啊,罗格金现在呢,代表了俄罗斯国内的一股新兴势力,就这次俄乌战争实际上让瓦格纳公兵集团崛起。 那么除了俄罗斯国防部,除了车臣啊,卡多罗夫他的武装力量以外呢,瓦格纳公兵集团他这股事,那罗格金呢,在巴赫木特呢,讲这番话呢,实际上是对俄罗斯国内啊,这个反对派。 包括过去啊,这些寡头啊,是一种宣战,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呢,也在发生变化。 新兴的这个瓦格纳集团崛起,而且现在来看呢,普京呢,对瓦格纳集团非常器重,对普里格金未来呢,他的在俄罗斯国内啊,整个的政治,整个的政治影响力也在扩大。 所以现在来看呢,瓦格纳集团未来会在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生态中啊,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甚至会影响俄罗斯未来政治的走向。 今天呢,在卢干斯克呢,也有最新的消息啊,在卢干斯克,俄军呢,逮捕了卢干斯克的一名乌克兰特工。 而是逮捕现场画面。 在卢干斯克呢,这名特工呢,交代啊,他呢,已经掌握了卢干斯克城市行政官员的所有的具体位置数据。 那搜查中呢,从他身上发现了自制炸弹。 现在呢,正在对他的同伙进行追捕啊。 那么,掌握的这些卢干斯克境内的相关的城市行政官员的位置信息,很有可能是下一步啊,对卢干斯克境内的这些啊,亲俄领导人进行定点清除啊,进行这种恐怖袭击。 可以看啊,这是啊,定时炸弹啊,用手机制作的简易爆炸装置。 所以,现在在卢干斯克境内啊,俄军呢,这个反恐力量也在进行这种反恐战啊,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些特工进行逮捕啊,可以看啊,引爆炸弹。 这是今天卢干斯克方向最新的消息。 从现在整个的俄乌战场情况来看啊,俄罗斯未来呢,在白俄罗斯方向,在布列斯特以及几乎北部地区。 会逐渐增加自己的兵力,而且呢,乌军现在呢,在几乎北部地区也在增并。 那一部分在哈尔科夫前线和在扎伯洛前线的部队呢,正在向几乎方向转移。 所以现在来看呢,俄军这个军事演习,军事调动确实起到了效果。 几乎方面呢,也在回撤到几乎啊,从这个顿巴斯,哈尔科夫,扎伯洛这个方向的部队正在调往几乎。 那这是今天呢,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最新的一个消息。 后续呢,有更多的消息,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